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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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又回來了 兩個星期沒見 咦? 咦? 咦?我們為什麼好像多了一個人? Vinny呢? 已經失去了 我們會永遠懷念他 那你是... 我是Joey Hello 歡迎你 我不是來剃Vinny的 其實我之前兩個星期都會在 但因為臨時有些工作 所以今天就馬上加入我們了 好,歡迎你的加油 歡迎Vinny 為什麼我沒有呢? 咦? 那今天星期我們先說什麼 鞋子,好嗎? 很OK 因為每個人都要穿 每一天都要穿 因為你說裙子 說牛仔褲 可能有些人不穿 但鞋子沒有理由不穿 我記得很久之前 曾幾何時 有個海港城的講過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什麼心情好買鞋 下雨買鞋 好天買鞋 失戀買鞋 什麼... 是啊 其實真的很多男生不太理解 女生對鞋的那種執迷 而且女生喜歡手袋 反而可以理解 因為很容易曬命 手袋 背得這麼高 我也不明白男生為什麼要買球鞋 我也不理解 穿 就是誰說穿 不是啊 但其實你說穿 其實我自己的心態 其實就是可能真的買鞋 有些是真的買了回去 品神地放在那裡 就是好像愛連雪那些 什麼 只可遠觀不可洩幻矣那些 純粹是買在那裡 好美啊 但是不會穿 所以你不會穿的 有些鞋子不穿 對 有些鞋子我... 買完回去等了一年多兩年 你都沒有動過 你不穿是因為你覺得它太漂亮 不敢穿 還是你都試過穿 但太痛 然後不穿 兩種 兩種 因為我試過有一個 之前很友善的男生朋友 他做了一雙鞋給我 真的很漂亮 他真的做了一雙鞋給我 是很grand 我也不知道怎樣穿 那時候剛剛興起 那些鞋子是一半的那種類型 這個位置是彎的 彎到這樣一半進來的那隻鞋子 然後我在想 我怎麼穿 就是很grand 應該是去播放 去派對的那些才能穿得到的 他本身是做鞋子的 他本身 他家人是做鞋子 但他不是做鞋子 他就做了一雙鞋 當生禮物送給我 那時候覺得 哇 很開心 而且很溫 對 怎麼可以做到一雙鞋子給你 平時我們都是做皮手袋 卡扣打 做一雙鞋子 立刻想嫁給他 對 你沒有想嫁給他 其實他的樣子有點像尋偉婷 真的 你為何不嫁給他 其實已經嫁了 對 對 其實家裏又做開鞋子 應該也有少少事 即是大陸或者有廠 又對你這麼好 對 這麼有心才想要穿這個鞋子 他知道你尺寸 你可以穿得到 不是 很感動 很窩心 他怎麼知道是尺寸 我想我以前跟他逛街的時候 整身那邊 對 開始一邊撒他 為什麼會知道 不是 逛街的時候 可能買過一下鞋子 他看到我試鞋子 做了一雙鞋子 30禮物送給我 哇 真的很感動 等一下 你會看什麼 欸 過去了 我們不要再說 對 之後那隻鞋子 我到現在為止 真的好不好意思 我到現在都沒穿過 戴上來 其實我很喜歡 對 本來我打算戴上來 不過之後呢 我忘記了 後補後補 你穿得到嗎 行得到的 其實穿得到的 很舒服 他前面 他分了一部分 是一半 尾到一半 即是鞋頭那裏 是有些珠片 閃亮亮的銀色 但是他的藍色 是擁抱的藍色 是 是 怎樣說 是介乎於 紫藍 再淺一點點 整件事是看起來很鞋 真的很鞋 下一集你不如再上來 OK 沒有問題 你要穿以美服 你行不行 OK 沒問題 我們要穿回去 有Dress Coat 不要咬柴 OK 他不是很高 但其實穿上去是舒服的 不會是痛的 但是就因為 我找不到衣服來配 而且不知如何穿出去 所以到現在兩三年都沒有穿過 真的要穿在那裏 我才會穿上去 我真的覺得不好意思 對不起 除了那隻鞋子之外 你還有什麼鞋子會放在那裏 是不是一定是高跟鞋子 對 又漂亮 就放在那裏 對 我記得去年 曾經何時買過一雙鞋子 一看起來很漂亮 又是藍藍的 但他那個邊位 跟鞋子的身位 是有一條拉鏈的 又是很漂亮的 但是抖領跟鞋子 我又是未穿多高 有四吋 又是很漂亮很漂亮 我又是沒有穿過 然後我為什麼沒有穿 因為我怕走一走一走 咬柴 還有女人穿鞋子 走得不快 我又怕痛 我又怕咬柴 那我索性 又是只可怨觀而不可思 你有這些鞋子嗎 我其實覺得穿高跟鞋 是有個年期的 因為我以前 好像戴抗 那些人說 戴十年就不能再戴 有這件事 有嗎 有的 戴抗的話 我覺得穿高跟鞋也有這件事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我以前是狂穿高跟鞋 就是讀書的時候 對 讀書的時候覺得 嘩 後衣服 想著要穿 現在開始覺得 已經穿到會覺得痛 開始有些 那時候不痛 那時候不痛 一開始你穿起的時候 是沒有什麼 穿到你是不換鞋 你是出門 就已經開始穿 穿高跟鞋 跑步很小 其實跑步都可以 但我的當然不是那些 十吋 那些 又不是小 那麼高 兩吋 是不是斗鞋 以前有穿斗鞋 又有穿平衡 又有穿粗 那些 對 開始是沒有什麼 很舒服 很厲害 那已經算是 但是 雙腳不知道是否好損 對 其實是好損的 變贏 可能是骨 然後就開始 其實這幾年 我都穿高跟鞋 可能我穿一些 平衡 鬆高 這些 Oxford 你那個年期有多久 我想差不多 三四年 然後我就給我E 我E說了一句 我E是很喜歡買鞋 那些女人 在家裡有 整個地上可以鋪滿了整個廳 那些鞋的人 還有一半是沒有穿過的 對 那些 那些E是這樣的 然後我E就寫了一句 很厲害的東西給我 就說 高跟鞋為何穿到腳痛 就是因為你的高跟鞋不漂亮 你買一些貴的 我不是很認同這個理論 他就這樣說 我覺得有一個人版 有很多人版 其中一個最經典的應該就是 迫嫌嫂 錢他有 肌鞋夠貴 都是穿同的 而且他基本上已經不用穿來 下樓 坐地鐵 他已經是一出門就上車 下車 走去機場吃飯 他已經走路又少 鞋又夠貴 腳超級變形 要做手術感 所以他穿的已經不是Lupouton 而是Mano 都是這樣 因為我以為他穿的高跟鞋 真的不會痛 因為通常我們都會說 有個身鞋 有個身鞋一定會刮腳 對 黏到 電了 然後上腳 又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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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以為如果比較漂亮 是不會刮腳的 我也想有東西補充 因為我之前聽過我朋友說 其實漂亮的鞋 真的穿得不會痛 因為他說 那些人是計算過力學 因為他說 我曾經去鞋店問過 為何我穿的鞋會痛 他說 當然了 你的鞋做得不漂亮 他說漂亮的高跟鞋 其實頭部應該有一點點 翹起 因為方便你下地那一刻 其實沒有那麼痛 而且他真的會計算力學 是怎樣 令到你穿鞋沒有那麼痛 而且用的材料其實是更漂亮的 你們自己買過最貴最漂亮的高跟鞋 有牌子的高跟鞋 是怎樣的 有沒有買過 多數都有 其實是鞋子 因為通常你說最貴 貴一定是鞋子 冬天營的比較貴 即是 即是 ankle鞋子 是 但 ankle鞋子會不會那麼痛 會不會那麼辛苦 其實又不是 因為 ankle鞋子都痛 因為你的力衝到前面 前面的腳趾就會塞著一塊 對 其實你一高跟鞋子 就前面你怎樣 對 你的衣著主要是甚麼牌子 我不知道 有些是巴黎 他說巴黎是漂亮的 而且我聽別人來說也覺得OK 對 巴黎的價錢又相宜一點 對 舒服一點 對 而且可能他穿的那些開口 那些一定不痛 對 阿婆穿的高跟鞋子 台灣的 阿婆叫 反男女劇 阿嬸穿的那些不痛 那些就不痛 對 但男生你有沒有試過穿鞋痛的 對 男生也會穿鞋痛 但應該跟女生穿高跟鞋 那些就沒有比美 是甚麼類型的鞋會痛 其實皮鞋也會有皮鞋痛 有時如果你真的 懶型 然後不穿襪都會有刮的情況 然後 波鞋也會有不舒服的波鞋 就算看起來好像最舒服的converse converse其實是不舒服的 是穿得久不是夾 就是腳底也會有水波性 是不舒服的 整雙鞋也 那當然會有些不舒服的鞋 你痛的那些位跟我們一樣嗎 其實你是痛哪個位 不知道 要是有時腳搶 後面最容易刮到 如果是穿一些短身的皮鞋 像普通的皮鞋 那都會刮到後面 都是這個位 對 前面都是側邊 其實都是要刮到那些位 但其實我想問 現在那些男生 很流行那些超級尖的那些 我想問你穿得會不會痛 我個人是沒有穿過 我覺得那些有一點恐怖 那些男生好像刺死人 那些男生好像刺死人 那些男生一定好像快死 沒有 我個人是沒有穿過 那些應該很辛苦 男生也不習慣 男生也不習慣 我本人喜歡Fashion 但我自己穿的衣服 是不會太Fashionable 因為我知道所有很Fashionable的東西 就是可能一個星期之後 或者甚至一個小時之後 看回已經很想自殺 那也是的 我不想過 為什麼很想自殺 所以我本身自己穿的衣服 你抵不上Joey Ma那些 Tile那些 我穿不到 他反而是很合理 他很OK 因為他本人很Nice 所以就不斷說 但是他真的很Nice 但是 我自己穿的衣服是舒服 穿的衣服 全部都穿的衣服 穿的衣服 然後儘量減低自己自殺的機會 還有我本身是形不起的 我不可以穿太潮的衣服 穿上身是不好看的 所以 你有試過嗎 有啊 很誇張的 我最喜歡就是試衣服 試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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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在那裡 暈急 然後出來扔一 好像衣服那麼高的衣服 給我 Sori 我覺得對 我覺得不對 這些衣服 我會哭下去一下 那你有沒有馬上買一對襪 好像那部戲 沒有 因為近年我已經被很多 報索 所謂 我太喜歡試衣服 真的嗎 總之就是 我自己穿的就是舒服 我覺得鞋子真的不舒服很難 我覺得不是鞋子 我覺得是全身都要舒服 全身都要舒服 如果一件事是令到你那天不舒服的話 你整個人整件事就不穩定 而且很累 而且心情會好像很差 很低落 好像眼睛不相差什麼 你穿著衣服是癢的 或者是很窄的 整個人就是表現不到你最舒服的一面 這個是用在我自己身上 不過我看其他人 我就會覺得 麻煩你不要穿得那麼舒服 你可不可以穿一些不舒服的東西 令自己漂亮一點 那樓就是這樣 你這麼壞 你對自己這麼寬鬆 對別人這麼嚴謹 但是我呢 我的同事分享過一件事 有一次他搭地鐵 分享了一些東西給我 他說他有一天搭地鐵的時候 看到那個男生看下去 看一看下去 嘩 看下去 多漂亮 看下去多漂亮 然後在看他 因為地鐵很多人 就遮住他一半身 遮住一大半身 就是遮住一大半身 正是看了頭 他就看了他的樣子 就覺得 咦 OK啊 那個男生多漂亮 然後就等人走完之後 然後再看一看 看到他 咦 搞錯啊 那個男生穿converse 立即覺得 啊 converse有什麼問題 全都遮住了 不知道他覺得 好像很不適合他 就是他穿到 全身OK的 但是突然彈了 對converse出來 就覺得 啊 減了分 可想而知 有些人會真的覺得 對鞋 都很重要 判斷到 暫時這樣 聽到那個故事好像很膚淺 不過如果 反過來看著一個男生 看著一個女生多漂亮 然後下面是穿著一雙 跑步的波鞋 或者是那些 MBT很大舊的兩� 是不是不行 你是不是不喜歡MBT那些大舊 我不喜歡 好像不知怎樣 我想有一個很大的謎團 我覺得是 你有穿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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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吧 你有穿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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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穿過嗎 有穿過嗎 我不是穿MBT 但是那些款式 對 但是不是那麼大舊的 我覺得整件事 錯了 為什麼可以這樣 其實我覺得是香港的奇蹟 就是一件這麼噁心的東西 就是為什麼可以這樣穿 然後可以在全世界其他地方都有人穿 還有日本 很多地方都有人穿 但是在香港那個氾濫的程度 那一陣子 就是從小妹妹到阿嬸 都會穿 是一個創舉 其實是舒服的 打破世界 見歷事大 對 就是最多人一起拍的 但是我以為我不是你 其實我真的不是拍的 最好是勁勁的 不同的層次 它是OK的 因為它本身整套衣服都是粉色 然後它就穿了類似透白的絲襪物 那些再加MBT 其實是OK的 它還有一些短的 有一陣子是有Print的襪子 對 對 然後穿Celine的袋子 那時候好像很好看 對 好像很好看 我一對是X-Girls來的 一個不要緊 我真的要告訴你 一件很齊的衣服 你不要緊 我沒有穿過 Sorry 我沒有穿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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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關我的事 Stop stop 這件事不關我的事 這件事不關我的事 不關我的事 說起涼鞋 我以前也不穿涼鞋 為什麼呢 因為以前經常聽說 二指長的工是不好看的 是 好像被人看到腳趾很噁心 所以我以前也不穿 然後後來 不知道有一次 看到有個女生是這樣的 穿都沒什麼 人又有多漂亮 所以我就開始 李嘉欣也是 是啊 他耳子長得 他的耳子長得 他的耳子長得差不多 整個CM 但是他真的快樂得漂亮 因為他的鞋子很漂亮 他不是穿得漂亮 是他的樣子太漂亮 沒有人會看他的腳 因為他覺得是鳳爪 但你也在 他的腳趾這麼大 你也不會理他 你也不會看 不是 再加上他的鞋子 他那麼有錢 他肯定會買超漂亮的鞋子 你收拾一下 收拾一下他的 還有可以先轉移 對 他的腳真的很噁心 有時有些記者是特意拍他的腳 你沒有了一個漂亮的樣子 放到那麼大 你便看 哇 那腳是真的 一穿一點 其實那些傳媒人都是這樣的 我分手 但他全都塗在地上 好像腳趾的頭 都是不合夥 真的 你不要醜了人 對 他是我女神的形象 沒有破滅到的 也是 也是 所以即使女神的腳趾這樣 都很想穿這種鞋 所以我就開始 會穿 他現在真的很做自己 對 穿回 但你有沒有這個問題 覺得 沒有 我今天這樣 二指腸很高 我有 你有一點 你有一點 有一點 很輕微 根本是很正常的腳形 不要看 你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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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穿什麼 我看別人的鞋 不是 不過我承認 其實有些男生 是很喜歡看女人穿什麼鞋 因為 我有個男生的朋友 又是男生的朋友 他很喜歡 所謂女生穿高跟鞋 他覺得女生穿高跟鞋 是很性感的 是很性感的 那塊肉嗎 他是不是喜歡 那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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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覺得 女生穿高跟鞋 是很性感的 走起路上來 是特別 我多拿一點 我想那種性感不是這裡 是由頭到腳 背部又會挺 屁股又會扭 走起路上 那塊肉 你也會看的 看脚的 也會看 不過用不同的角度就看 真的很專業 腳 你覺得是否重要 如果你看這個女生穿高跟鞋 腳 我覺得很重要 你整雙腳 還是只是 給腳趾工那些事 其實 我印象中 好像很變態 好像解剖 那塊腳趾 那塊位 那塊指甲 吃飯時吃飯時吃飯 我印象中好像台灣的男生特別特別重視腿去到腳 很重視 香港男生都會看的 全部東西都會看 會好看的 有些男生特別喜歡女生腳長的 舉例 又是有一個男朋友 他喜歡自己的女朋友腳長 專門找一些腳長 腳右 腳右的女生去追 因為特別喜歡腳短 我覺得會比較特地選一些女生 特別是我說 我要追腰長的 不腰長 接受不了 如果有些人可以請她回來 講一講她的心路歷程 對她 我們講鞋 在腳上面 這一塊是會最性感的 對於男生來說 女生 或者最沒有性感的 吸引 即不是腳的 只是腳趾功 腳掌那一部分 你覺得穿鞋要顯露 或者要修飾 是最重要的 腳趾 還是腳功 還是腳伸 對 但我想女生如果真的要穿拖鞋類 套分拖 你一定會搞指甲 對 腳夾 腳夾很重要 腳夾很重要 譬如崩了 黑了 那些就真的大了 黑了是什麼 灰夾 我想黑了可以修飾飯 用gel夾修飾飯 好像很乾的 那些都好像不知怎樣 因為你穿不同的鞋子 你要對著腳做相應的護理 是否一到冬天 大家就不會做gel夾 我一直都很喜歡做gel夾 有它那麼乾 是嗎 裂了 沒有關係 我覺得 因為本來自己不太喜歡做gel夾 我寧願用指甲 會方便一點 我個人的審美 或者我身邊很多朋友都覺得 簡單單有一個玉色的透明 或者最多最多 反而最多是接受到少少 例如紅色 都勉強OK 即是男生是不喜歡的 但如果是藍 橙 粉紅 金屬色 什麼什麼 那些是真的 手還是腳啊 手手腳腳都是 我想很多次是做那個人自己高興 或者身邊的姐妹 某兩個會欣賞 都是這樣 但反而男生好像不太喜歡這些 這麼誇張的鞋子 真的不知道 你說不說 我不知道 你自己本人是塗什麼色 因為我很久沒有塗指甲 但我如果都是塗粉紅 淡色的 淡色的 但最白甲 配什麼都可以 不然你的顏色會配一些 因為如果你不塗的話 你總是好像不知怎樣 不塗是差一點的 如果你穿那些 開口的鞋子 你會露到一個腳趾好像 好像不知怎樣 對 而且每個人天生 吵架的顏色是好看的 有些人可能戴一點點黃 你真的不太漂亮 或者是乾黃 口紅又煙 對 你真的好像經常看別人 看女人的腳架 我喜歡這個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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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黃是有些什麼 對 肝毛 肝毛 喝蓮子水 現在 有用嗎 真的嗎 不想 有些人只想腳架會不會黃 對 不想知道這件事 而且現在穿鞋 現在穿鞋很流行穿襪 我真的覺得這件事 好像有點奇怪 穿鞋有些穿襪 我一直都會穿的 但襪這件事現在是一個大 comeback 很流行 襪終於回到我們的生活 好像很奇怪 但你那些鞋是 是到腳眼 還是長褲子穿襪 還是穿兩鞋穿襪 還是穿襪 是要露出來 特地露出來 而且穿襪 已經變成一樣 除了你跑步之外 不是穿襪的東西 當然穿襪也沒什麼問題 但是 是啊 但我也想說一件很噁心的事 如果我穿平底鞋 我覺得是未必穿襪的 就是那些 芭蕾毛鞋 是啊 我也不會 是正常的嗎 魷魚鞋也不會穿 很斯文 有些斯文的 但是穿襪襪 好像穿襪襪 穿襪襪 你總是那些 嘩 會不會像大陸那些 沒有帶旗子 沒有帶旗子 但好像很 很漂亮 有些穿襪 有些女生穿 平底鞋 會穿襪 前面只穿腳趾 對 後面穿了一點 但是 其實那個東西 你看上去覺得 好像走兩步 就會掉 就會彈到前面 我試過 因為我剛剛從日本回來 日本是很流行的 那些襪子 我是買了全部類型的襪子 就是小小的襪子 其實有些是沒有用的 那些襪子 好像你所說 只有腳趾很淺 包著腳趾 對 包著腳趾 它的功能是 吸汗應該已經吸不到幾多 我真的不知道拿來做什麼 然後你又不是老出來看 而且你說怕刮腳 其實它也保護不到 完全是因為可以刮 對 只剩下一條線在後面 這樣 我完全不知道拿來做什麼 可能是精神上 令到一個人覺得 我有穿 對 但這個精神很重要 我有穿襪 這件事 認真 我有穿襪 這件事 你會覺得自己沒有那麼骯髒 那是的 有一點 我只想要穿襪襪 而且你也知道別人的鞋 你一脫脫腳 那是TBAC的道理 我有穿的東西 TBAC這個道理是什麼 什麼道理 有穿 有穿 是朋友 有穿 但TBAC是被人看的 那是誰看的 有些人特意被人看的 真的特意被人看 真的特意的 我真的試過 穿給男朋友看嗎 不是啊 不是脫的那一刻 在BOSS上面 我是看到 特意穿低腰褲 特意穿很低腰褲 有個T字在那裡 然後還閃著 令石 她不要穿炮文 我以前讀書的時候 學校也有一個女生 是以她的TBAC而聞名 每天都會穿低腰褲 無論是長還是短的牛仔褲 後面也是低腰 也是穿鮮紅色的TBAC 沒有最低腰褲 很明顯 就知道 但是男生的日月就很好 就很好 男生的那些都不是人緣 純粹觀看 香港指數高的 或者有些人不止觀看 講話講到TB了 我們今天穿什麼鞋 分享一下也穿到了 你那隊都挺帥 你打算拿出來展示一下 看到了 給側軟看看 對 中啡色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 想買很久了 因為我覺得 現在自己打 這兩年都是非常熱的 All-Star Suisse 例如Burberry Pros Prada 現在Dockmark 以前全部都是長布 現在全部都出了 Dandy Suisse 但你這個絕對好看 因為Dockmark是那種膠 你覺得很膠嗎 那種膠感是你很帥 才穿得好看 一般平民 你想解決 平民 現在全部都是平民 平民 其實很多人都穿TB了 Boot 反而以至少少少 如果它是皮下型的 那種膠感是很強 很奇怪 這個好看 但我想問 我現在就看到好像有一點漸變色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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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實很漂亮 如果這樣做到質素 我最喜歡這種還可以 對 一百塊而已 一百塊而已 是嗎 對 就是相片售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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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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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我怕看不到 原諒他 觀眾請原諒他 他喝醉了 他喝醉了 又解釋 我這雙是我好盡不生的積蓄去買 這是幾型的 很漂亮 我很喜歡鞋底 我喜歡鞋底 鞋底真的很貴 是迷彩的 很喜歡的底 當然是有Wing Tip 我本身就不太喜歡鞋底 即是Wing Tip 又花又洞 但這個可以 我相信 真的可以穿10年 你相信 以前的款式很經典 其實你這樣回來比較特別 這個是在IT買的 很漂亮 這個只是4800 就是你這個原價 但我真的用原價買 因為我不能去搜尋好鞋 傻珠珠 為何你不問我 我有Factor IT 沒有 IT應該會有 沒有 不要緊 這些後話 很快一點 都穿了這麼久 很漂亮 而且你這個 你說你的雙鞋 要我穿回雙鞋 沒有很普通的雙鞋 不過我覺得有少少 那些叫羅馬 style 那些 Helie Helie 但我不是Helie 女神鞋 女神鞋 我覺得很可愛 多謝 那當然要個人 有這麼快 是呀 是呀 好 是不是差不多時間了 立刻要結束了 這個話題 好 我們今集的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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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完啦 拜拜 拜拜